OK 好 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分享 然后刚才进门有点紧张 因为看到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外国人 我以为我要做一个英文的演讲 OK 我是JFROG的王清 然后负责国内的技术团队 在座有多少人知道JFROG听说过 举手试一下 哇 这么多 不错 不错 所以JFROG也是这个 可能有些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我们今天给你们同步一下 就是说CNCF的这个Golden的这个Member 也是这个CDF的成员 然后刚才那个CDF这个项目里面 有一个Shippable Shippable也是被JFROG收购了 然后变成现在应该是叫最新的名 是叫JFROG的这个Pipeline 那么用户呢主要是 像这个谷歌腾讯Netflix 京东这些公司都是我们的用户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云原生的一个主题 对吧 所以我想讲一下跟容器相关 容器发布相关的一些信息 我们从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从我们的用户身上 学到的一些东西 一些追加实践 他们真正把容器放到生产环境里面 碰到的问题 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首先呢 我总结了大概有四个问题 如果是你要快速地把容器 发到你的生产环境 对吧 第一个就是包分散管理 对吧 现在很多公司的现状就是 会有一个Nexus伺服管理Maven 然后呢 有一个Docker经济中心 单独的 然后呢 还有RPM 因为它用NodeJS 做前端的一些部署 那么当你的发布速度在 一周一次 或者是两周一次的情况下 你的运维 工程师从各个仓库去拉包 做发布 这个效率是可以支持的 没有问题 但当你想要像 比如说Uber一天发布几十个版本 Netflix一天部署上千次的这个规模 你的这个制品包 它如果是分散在各地 你会发现你的这个部署流程 每个团队都是分散的 它不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 会带来很多沟通上的成本 那么第二个就是Docker镜像 当你Docker镜像交付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确定这个版本的 那么可能交付的时候呢 你运维工程师他可能只知道一个tag 或者用的是latest 对吧 那这两种方式呢 对于运维工程师来讲 他都不知道我 把容器放到生产环境之后 里面我到底是部署了 什么版本的应用 谁测过 什么样的需求已经上线了 它的漏洞扫也没有问题 这都是信息缺失的一些问题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安全扫描 对吧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漏洞百分之 Docker Hub里面 有很多的数据都是存在漏洞的 这个Docker镜像 另外呢 就是一个运维 生产环境 这个SAA的问题 对吧 你的镜像 如果真正 跑在这个容器 Cubernetes的一个生产环境里面 你的镜像中心 能接受多久的当机时间 对吧 你的这个运维 那像这种互联网公司 这个当机时间 它是有指标的 对吧 几个酒 两个酒到三个酒 还有四个酒 所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首先 JFROG呢 它是我们 这个工具是叫 iFactory 它会提供一站式的 包管理 就是说在容器里面呢 你跑的 不光是这个容器本身 对吧 你的应用 应用的版本 然后呢 你的这个组件 第三方依赖的版本 都是一站式的 在一个地方来获取 那所以在右边呢 那很多公司是双模运行嘛 是容器和非容器 同步在运行 所以你的Cubernetes 是拉镜像的时候呢 是从iFactory来拉 你的这个传统 Answer部署来拉包的时候呢 也是从iFactory来 去拉取 这样呢 能够标准化 你的持续交付的一个流程 而不再是一个 混乱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价值 像Netflix 它已经全公司级别统一了 用这个Spinaker 去做它的容器的 在AWS上的一个服务 还非容器的发布 都是通Spinaker Spinaker里面有一个步骤 就是从iFactory里面来取包 所以它的部署 CI流手线 不用对接多种仓库 这是他们的 使用这个iFactory一个价值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概念 叫Cubernetes的rejec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大家你可能想问 就是说Cubernetes 我只要Docker金就行了 我还需要其他东西吗 其实你是需要的 对吧 你的Docker金项里面 没有一个人的Docker金项里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吧 是一个空的操作系统 它一定是有你的包 你的这个中间件 对吧 你用了什么美稳的包 你用了什么中间件 你的操纵系统是什么 这些信息都是在 在这个里面的 所以包括现在最火的 这个Helm 对吧 这些东西呢 都从iFactory来获取 不需要搭建 多少师傅 在公司内部 OK那第二个呢 说到这个交付的原数据 所以可以看到呢 这个流程是我们现在 90%的CICD的流程 都是这样 对吧 从需求到代码 到CI测试 到这个容器 那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每一个环节 都是一个信息的孤导 信息孤导就意味着 团队之间要进行沟通 对吧 所以运维同事 可以看到 我拿到一个导火镜像 这个镜像 首先它有没有测过 对吧 我怎么知道 这个镜像 有没有错过 你给我的就是一个镜像 一个tag 在我的这个镜像中心里面 它关联了什么需求 对不对 它上线了版本 对不对 所以 当你在我们谈到 就是说 一天发布多次的 这种情况下 这种交付方式呢 这种信息孤导的方式 是绝对支撑不了 这么快的交付频率的 对吧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原数据 那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选择的一个导火镜像 对吧 那么我们通过 通过这个原数据 attached的方式呢 可以看到这个镜像 它是不是 QA团队 prove了这个镜像 release manager 也没有prove 然后呢 它通过了什么样的测试 对吧 当把这样的 各种各样的原数据 附组到这个镜像之后呢 我们的运维团队 拿到这个包 它不用人工的去 证别这个包 是不是上线 它可以用流水线来 让流水线知道这个包 是不是应该上线 自动化的 从各个模块 做集成 统一发布 这个是我看到 但凡是release 每天 就是能达到 每天release的这种公司 都是通过这种 自动的方式去集成 当然这里面 底层依赖很大量的 这个test case的一个编写 UI的自动化测试 对吧 单元测试 代码扫描这些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是今年 今年我看到 就是很多这个 安全的这个 事态 比较严重 对吧 30%的Docker镜像 你们从Docker Hub下来的 都有已知漏洞 然后呢 59%的 每本包 你们用到的 Apache Straught Tomcat 包 都有漏洞 所以 G4S3 它会提供这个scanning 那不光是在你上线的前一天 最近有这个 货网行动 对吧 这个如果是金融行业 国企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就是我上线 要查你公司内部 所有第三方组件的 这个安全 当然不止这些 它我们现在传统的方式呢 是在上线之前 扫一下 扫出问题了 要重新改扣的 重新升版本 重新build的 可能会影响你的上线 对吧 所以Xray呢 它能够在第一时间 我们现在支持 这个Eclipse插件 这个Idea ViuStudio 在开发者 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把安全检测 放到左移 就把ShiftLeft 你代码 一编译 三方组件一下载的时候 Xray就告诉你 这时候 你的新的代码 引入了一个第三方漏洞 让研发立刻就解决 不是等到生产的 最后一刻 上线前一天去解决 对 这是一个 你叫DevSubOps的一个实践 对吧 安全的DevOps 那么通过这个漏洞报告呢 你可以看到 我的一个 这个 第三方的组件 它存在漏洞 它是个红点 那么它能影响到 你现在这个Docker的 这个APP了 对吧 对于 这是一个可操作的一个 通知 那传统的这个漏洞呢 它是告诉你 你有很多点有问题 但是 这些点有没有在影响 你的生产环境 你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个很清晰地告诉你 Docker镜像这个APP 在线上运行 然后呢 你已经被影响到了 那比如说要应对这种 互网行动的检查 我们可以自动地生成 这个漏洞报告 对吧 节省安全团队的一个工作量 另外就是这个 镜像中心的高口用 这个高口用的需求呢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互联网公司 它的Docker镜像 在高峰期的时候 并发量特别大 对吧 那我知道的 有些公司可能镜像 光这个镜像的 这个种类就有一万多种 像京东都有一万多种 这种镜像 它这种拉镜像的并发 下载 如果你是一个单点的 镜像中心 你是无法支撑的 对吧 单点的镜像中心 你的数据库 包括你的并发连接数 也就是一千左右 对吧 不管你 这个多好的这个配置 然后呢 它会受到单机的 网络的一个影响 你网络出口 就是一个千兆网口 对吧 那你单点 你把机器搞得再强大 它也就能 一秒能拉出这么多数据来 对吧 所以当你在这种并发 高的时候 用户请求量 比如说做了个市场活动 对吧 你的动态扩容 你镜像中心 能不能支持 这么大的并发拉取 所以这边呢 你需要有一个 就不管你用什么样的 镜像中心 你都要有一套 这样的架构 对吧 负载均衡 后面多加几个 水平扩容的 这个镜像中心节点 然后呢 你的数据库存储 是一个共享的 一个状态 那么像一些金融行业 那不知道有没有 金融行业的同事 那它生产和研发呢 是隔离环境 对吧 隔离的 隔离的情况下呢 你会有一个这个推送的 推送的功能 推送镜像 那你不光是把镜像推过来 你这些原数据 漏洞扫门的信息 也要推到 生产环境来 对吧 还有些公司 它的外网是隔离的 对吧 那像很多银行 基本上没有互联网嘛 不能支联嘛 对吧 所以这也有隔离区 去给研发去 能够拉到外网的 一些到块镜像 OK 所以总结来讲 就是说 JFROG会提供 全语言的报管理 左边是 package element 右边呢 是和CICD的生态集成 我们在CI工具上 各个工具都有集成 TFS Jenkins VO Studio 还有漏洞扫描 那我们也支持 这个Kubernetes 这个Helm仓库 以后我们 可能下次有机会 再专门讲一下这个Helm OK 那今天这就是 我的一个分享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